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赚明 今天给大家播讲盖尔泰宝 我们接着来讲弗拉索夫 上次我们说的弗拉索夫和希姆来进行了会谈 他得到了希姆来的支持 那么弗拉索夫就开始变得乐观起来 他和他的支持者们认为 当前最迫切的任务 就是要建立一支统一的军队和一个临时政府 这个临时政府将囊括苏联的各个反对派 并且成为正式的代言人 会务刚刚结束 弗拉索夫集团就迫不及待的描绘未来的政府蓝图了 这个政府被命名为俄罗斯民族解放委员会 最先建立的是四个主要的部门 行政部、民事部、宣传部 以及俄罗斯民族解放委员会武装力量总参谋部 那么希姆来就把他和弗拉索夫会谈的结果 有所保留的上报给了希泽勒 希泽勒非常不情愿的批准了计划 经过一番讨论 弗拉索夫决定在布拉格 举行俄罗斯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成立大会 组建临时政府的进程加快了 接下来需要起草一份成立宣言 宣言的内容要经过一番仔细的斟酌 他不仅象征着以弗拉索夫为首的反苏行动的合法性 同时也将集中展示弗拉索夫的奋斗目标和指导思想 这个时候的战争形势对于德国越来越不利 弗拉索夫对此非常清楚 但是弗拉索夫目前的命运还完全受制于德国人 为此他们需要格外的小心 宣言的草稿很快就成立给了希姆莱 希姆莱看过之后认为内容太长 他还指责说 在犹太人问题和西方国家的问题上 宣言内容没有坚持第三帝国的立场 党文军上校克勒格尔就力劝希姆莱 不要拒绝这份宣言 因为弗拉索夫最了解俄罗斯人 也最能有效的对这场行动进行定位 弗拉索夫拒绝在宣言中加入反友主义内容 就是为了确保宣言能够顺利通过 他依旧在宣言中用隐晦的语言 暗示他不仅反对斯大林政权 而且反对斯大林的西方盟国 经过一番修订 最终的版本成递给了希特勒 希特勒看过之后 勃然大怒 他认为宣言的内容违背了德国的政策 并且明确表示拒绝批准这份宣言 希姆莱从来没有对他说过有关宣言的事情 即使是像希姆莱这样极具权势的人物 也不得不对希特勒采用既定事实的策略 经过一番紧张的交涉 希特勒最终表示同意 但他坚持只能在小范围内公布宣言 罗森贝格这个时候 也不断地给弗拉索夫制造麻烦 弗拉索夫原本打算 借着俄罗斯民族解放委员会成立大会 将苏联各族反对派的力量统一起来 并且用斯拉夫民族情节来争取整个斯拉夫世界的同情和支持 他希望在这次会议上和苏联各民族反对派的代表达成共识 将第162土耳其斯坦斯乌克兰斯和哥萨克军队归于自己的指挥 但是这一计划同样也失败了 但罗森贝格的怂恿下 许多民族组织的代表拒绝接受弗拉索夫的领导 他们认为自己的斗争是为了争取民族独立 而弗拉索夫代表的是旧俄罗斯帝国主义 反过来呢 弗拉索夫则认为这些人目光短浅 只会一味的奉行狭爱的民族主义 他认为要想打败布尔什维克政权 就必须把各民族的力量团结起来 其他问题要等到推翻布尔什维克政权之后再进行商议 1944年11月14日 这是俄罗斯民族解放委员会成立的日子 弗拉索夫一行以及大量的宾客和记者 在头一天晚上抵达了布拉格 德军军区司令图桑将军在火车站亲自迎接他们 政府部长弗兰克则在切尔宁宫 为他们举办了一场豪华的晚宴 由于俄罗斯民族解放委员会成立宣言 发表于布拉格 因此通常呢也被称之为布拉格宣言 出席宣言发表仪式的 有德国国防军和党卫军的部分军官 德意志帝国及其附属国的代表 以一些中立国的代表 由于希特勒坚持 宣言只能在小范围内公布 因此呢 接到邀请的德国贵族 大多数人没有能够参加 党卫军的格伦兹将军 作为德国政府的正式代表参加了会议 会议上呢 布拉索夫被推举为俄罗斯民族解放委员会主席 随后他进行了演讲 并且宣读了成立宣言 布拉格宣言中将当前的世界大战 定义为三种制度的对抗 这三种制度是由帝国主义列强支持 英美财阀领导的剥削其他民族的制度 第二种呢 是由帝国主义列强支持 斯大林集团领导的 借世界革命的幌子 摧毁其他民族独立地位的制度 第三种呢 是受爱好和平的民族支持的制度 宣言里将斯大林政权 批判为是最恶毒的政权 指责这个政权打着自由 民主文明开化等幌子 进行了毁灭和奴役的勾当 宣言中提到 两年前 斯大林还能用解放战争的爱国本质 来欺骗其他民族 但现在苏联红军越过了苏联边界 强行进入到网马尼亚 保加利亚 塞尔维亚 克罗地亚和匈牙利 他们让这些国家血流成河 现在波尔什维克继续推行的战争 目的是要加强斯大林独裁政权 对苏联人民的控制 并且建立对全世界的霸权 弗拉索夫认为 波尔什维克的上台 是因为在二月革命 推翻了杀红政府之后 各政党及其领导人的软弱 给了波尔什维克可乘之机 在隶属了波尔什维克的罪行之后 弗拉索夫公布了 俄罗斯民族解放委员会成立的目的 那就是组织一场团结的 反波尔什维克的斗争 弗拉索夫他提出了三点奋斗目标 推翻斯大林暴政 恢复1917年革命应有的成果 和德国地间和平 建立一种没有波尔什维克 和剥削者的制度 而且弗拉索夫还提出了 14项原则 在这些原则中 第一条强调了各族人民一律平等 尊重各民族的民族发展 和民族自觉的权利 第二条指出 要建立一种国家利益 服从于生活水平提高 和民族发展任务的 国家劳动制度 第三条 强调要与所有的国家 建立友好合作的关系 第四条到第十二条 声称要纠正 波尔什维克政权的罪行 还人民以应有的权利 第十三 十四条 强调治疗战争创伤 弗拉索夫紧接着就指出了 坚持各民族力量的统一 共同服务于 摧毁波尔什维克 这一共同事业 这是夺取胜利的先决条件 那么宣言中 在提到德国的时候 是这么写的 俄罗斯民族解放委员会 欢迎在不贬损我们国家的荣耀 与独立地位的基础上 获得德国的帮助 宣言的最后 附上了俄罗斯民族解放委员会委员 和候补委员的名单 名单上的人员有军官 教师 神谱 以及普通工人和农民 和斯莫林斯克宣言相比 布拉格宣言中的原则 显得就更加具体 而且多了一些宏观上的内容 宣言不仅没有提到反游立场 而且在对外关系的表达上 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宣言并没有像过去那样 对西方国家大力抨击 而是强调愿意和世界各国 进行友好的合作 在有关德国方面 布拉格宣言也没有一味的吹捧 从宣言的措辞和语气中 不难看出弗拉索夫集团态度的转变 那么这个宣言一经发表 就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保加利亚 塞尔维亚 斯洛伐克 匈牙利 以及波罗的海地区的非官方代表 表示布拉格宣言中 包含有他们能够接受的政治纲领 1945年1月17日 德国外交部和俄罗斯民族解放委员会 签署了一份财政协定 根据这个协定 德国将给予俄罗斯民族解放委员会 高额的无期贷款 并且没有任何的附加条件 等到俄罗斯被解放之后 再进行偿还 这个协定是德国和俄罗斯民族解放委员会 签订的第一份协定 它也意味着德国已经在国际法的范畴内 承认了这个俄罗斯临时政府 弗拉索夫在布拉格宣言中提到了 反普尔什维克武装力量的发展壮大 是所谓的解放运动胜利的保障 其中他首先提到了俄罗斯解放军 实际上弗拉索夫这个时候 手里并没有一兵一卒 对于这一点 他本人再清楚不过 所谓的胜利保障从始至终只是徒有虚名 希姆莱将弗拉索夫要求建立独立武装的想法 成递给希特勒之后 尽管希特勒对此非常的恼火 但这个时候今非昔比 在几经权衡之后 希特勒最终同意了这个要求 但他要求严格限制武装力量的规模 弗拉索夫原来设想是十个师 结果被压缩到了两个师 不过俄罗斯民族解放委员会成立之后 弗拉索夫集团立刻就得到了各方力量的重视 德里斯队银行总裁向弗拉索夫提供了100万马克的贷款 为了组建军队 许多人都进行了捐款 早在1944年11月8日 克斯特勒将军就将原意大利第232步兵式市长 哈因茨·赫勒调往柏林 让他负责俄罗斯解放军的组建工作 赫勒将一小部分熟悉俄罗斯问题的参谋聚集到了柏林 由凯林少校做他的行动官员 正式组建的军队被称之为 俄罗斯民族解放委员会武装力量 但习惯上仍然被称之为俄罗斯解放军 赫勒发现问题的难度超出了他的想象 尽管他已经为美支部队的佩吉 争取到了西姆兰的命令 然而在部队的组建过程中 仍然遇到了超乎寻常的阻力 俄罗斯解放军第一师和第二师 分别被称之为第600和650步兵师 这两个师分别组建于明辛根和霍伊贝格训练场 兵员主要来自于德军中的俄罗斯志愿军 然而这个时候德军普遍的兵力不足 谁也不愿意抗开解囊 再加上各个战场的战事紧张 就很难将俄罗斯志愿军给抽掉出来 俄罗斯解放军第一师的核心力量 来自两支先前的志愿军部队 一支是白俄党卫军西格林师 这个师的主力在德国被消灭 另外一支是卡明斯基旅 在红军的反攻过程中 卡明斯基旅被迫撤出了洛科技 此后他同意接受党卫军的指挥 1944年8月5日到26日 卡明斯基还奉命抽调部队 参与镇压华沙起义 他的这支部队因为在华沙烧杀抢掠而生命狼藉 此后不久 卡明斯基就被党卫军秘密处决了 卡明斯基旅随之瓦解 其中有5000人就加入了俄罗斯解放军第一师 相比之下 卡明斯基旅的军官素质比较低 只有很少的一部分经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 根据科斯特林将军的建议 弗拉索夫任命布尼亚勤科担任第一师市长 军衔由上校晋升为少将 第一师的军官大多数来自于达本道夫军事训练学校 在接下来的几周之内 布尼亚勤科为这支军队制定了严格的纪律 并且得到了士兵们的尊重 那么俄罗斯解放军第二师也已经组建成型 斯维列夫被任命为第二师的市长 军衔也是少将 1945年1月28日 俄罗斯解放军的指挥权由德军最高司令部 移交给了俄罗斯民族解放委员会 弗拉索夫任总司令 在名义上 俄罗斯解放军不再受德军最高司令部的控制 此后呢 俄罗斯解放军还组建了一支空军部队 由马尔采夫指挥 但实际上 他一直由德国的空军将领所控制 1945年2月2日 德国空军元帅格林 正式将俄罗斯解放军空军的指挥权 移交给了弗拉索夫 后来呢 这支空军部队发展到了4000人 包括有一个战斗机中队 一个轻型轰炸机中队 一个防空团 一个空降营 另外还有一所飞行员训练学校 与此同时 在1945年2月初 德军维斯瓦河集团军群 奉希姆莱的命令 为俄罗斯解放军 组建了一支轻型装甲部队 为了加快俄罗斯解放军的组建步伐 科斯特林将军向希姆莱建议 让部分军队参战 希望能用实际的战果 来坚定纳粹高层的信心 不知道此举却遭到了 弗拉索夫的坚决反对 他认为以现在的实力 根本无理参战 几经考虑 他们从第一师中抽掉了部分兵力 混同自己的专甲部队 组成了一支分队 由萨哈罗夫和拉姆斯多夫指挥 这支部队在进攻苏军 设在奥德河畔的 诺伊洛奔桥托宝时 战果显赫 受到了国防军和希姆莱的好评 此后呢 萨哈罗夫和拉姆斯多夫 参加了在丹麦组建的 一支俄罗斯志愿军步兵团 专甲部队则回到了明信根 由于柏林这个时候经常遭受空袭 形势非常紧张 俄罗斯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所有机构 进行了一次搬迁 到了1945年2月中旬 俄罗斯解放军第一师的组建和训练 已经完备 2月16日 科斯特林陪同着弗拉索夫 对第一师进行了检阅 并且正式将指挥权 移交给了弗拉索夫 这也是弗拉索夫自被俘之后 第一次能够指挥一支军队 这无疑是弗拉索夫 人生中最为得意的时刻 在检阅完毕的时候 弗拉索夫进行演讲 他曾经说到 解放的旗帜总有一天 会插到我们家乡的土地上 如果我们做不到 我们的兄弟也一定会做到 我们中的许多人 也许活不到那一天 但是那一天迟早会来的 这番话听起来 有那么一丝悲壮的情感 事实上弗拉索夫很明白 这个时候的成果来得太晚了 尽管弗拉索夫筹划已久 但是一直等到了1945年初 他才终于开始将自己的计划 扶如实施 而这个时候 战场的形势 已经完全的逆转 苏联红军在东线战场上 势无破竹 英美盟军也在西线第二战场上 节节推进 在东西两面夹击之下 德国已经朝不保夕 他失败的命运 已经不可避免 那么即使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 没有退路的弗拉索夫 也必须开始他最后的行动 那么他最后行动 执行的情况如何呢 我们下一集 再继续给大家讲 近日通살 你同时 无论什么 最后时间 表止 在这里 这种行动